俄羅斯首度的使用洲際灰彈 来攻击乌克兰 攻击乌克兰 大概他那个从离海发射 射程差不多1000公里 就射到乌克兰一个灰彈工厂 那射了以后 外面的军事专家想 那是集英素飞弹 对 真果素 这个灰彈 洲際灰彈 大概他的射程最多 可以达到5800公里 叫5800公里 乌克兰 不要说乌克兰 欧洲那些跟他做对的 那些北约国家 大概都可以达到 那普丁亲自上火线 主持这个说明会 本来俄罗斯外交部的 发言人 直播记者会 面对的国际记者 准备评论这件事情 突然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我跟你说 普丁总统亲自解释 对不对 他讀不成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我来说 我来说更厉害了 他说这个我没有 携带核子弹头 但是外界说他可以 他是没有携带 他告诉你 我这一次设施 没有携带核弹头 但是我可不可以 可以 这枚飞弹可以 携带800公斤的核弹头 而且他说 没有防空反飞弹系统 可以拦截 对 特斯在乌克兰 得到拜登政府 授权射了远程飞弹之后 现在俄罗斯普丁也反击了 也发射了洲际弹道飞弹 所以现在开始很多人担心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已经来到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了 所以我们提到了美国股市 或者台股 现在大不如笑 那大家在担心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 俄乌战争全面的升级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 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战术灰弹 来打俄罗斯 现在轮到俄罗斯 开战1000天 俄罗斯首度的使用洲际灰弹 来攻击乌克兰 攻击乌克兰 大概他那个从离海发射 射程差不多1000公里 就射到乌克兰一个灰弹工厂 那射了以后 外面的军事专家想 那是基因素飞弹 对 真果素 这个灰弹 洲际灰弹 大概他的射程最多 可以达到5800公里 叫5800公里 乌克兰 不要说乌克兰 欧洲那些跟他作对的 那些北约国家 大概都可以达到 那普丁亲自上火线 主持这个说明会 本来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 直播记者会 面对的国际记者 准备评论这件事情 突然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我跟你说 普丁总统亲自解释 对不对 你讀不通 你不要说我来说 我来说更厉害 他说 这个我没有携带核子弹头 但是外界说他可以 他是没有携带 我这一次设施 没有携带核弹头 但是我可不可以 可以 这枚飞弹可以携带 800公斤的核弹头 而且他说 没有防空反飞弹系统 可以拦截 对 我的飞弹没有人可以拦得住 普丁 所向无敌 在那个青上火线的时候 变成军事专家 他说我这个灰弹 我是极因素 多少你知道 10马赫 10马赫 我把它查过 一小时可以跑多少 7500公里 所以你西方 没有 你的防空信头 没办法拦截我 他讲到这么细 然后就威胁 反正是 其他的国家 同意义克兰 使用了这个灰弹 我就列为 对我俄罗斯不友好 我也列入攻击的对象 这威胁谁 威胁美国跟英国 对不对 所以公干 这个非常的紧张 让我们最紧张的 杀讲一句话 他说 欧战争正走向全球 他在暗示有可能 扩大战争 对 全球化 走向全球 意思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俄罗斯自己也准备好 俄罗斯现在有一个可移动的防空洞 这个叫KUBM 他可以保护这个48小时 怎么样保护 他是两个模组 你来看一下 他这个可以用卡车来运输 他两个模组 有一个模组就是黄间 大概可以容纳50人左右 另外一个模组的话 是技术模组 大家很多的设备都在那个模组 他可以抵抗什么 比如核子爆炸 那个爆炸的碎片 你可以躲起来 在外建筑物假如被攻击了以后 不会坍塌吗 对 建筑物坍塌 那个残骸可能会压到 我不怕 或有毒的化学物质 你把我生化栓 我也不怕 还可以防火灾 这样可以防48小时 而且他可以不断加长 你现在两个房间 再加房间 最多可以容纳150人 俄罗斯没事去准备 这个移动式的 这个皇冲动 而且他突然之间花钱量产 是不是代表 他准备要打核战 对 准备 不是说要锤 应该都这样 公共 我不排除使用核子武器 现在这个 KUBM 都在船 船好 要小心 那最主要是因为拜登 让乌克兰可以射长城飞弹之外 现在连英国也出手了 据说英国也要提供乌克兰风暴指引 对 英美 一家亲 就美国做什么 英国立刻跟上 所以普丁坐不住 你不是只有美国 英国 这等于北约的国家全部来 所以现在 有些人就说 其实早已经 这个世界大战 乌克兰前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这个人叫杂鲁兹尼 他说 其实现在俄乌战争 是世界大战 比如说 有各国的灰弹 还有伊朗的 这个自杀的无人机 再过来 中国也进来 中国提供俄罗斯那个炮弹 火箭 这个有充具吗 这个是那个乌克兰的 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他亲自在前线打过 然后来说 北韩就派一万人 北韩这个是确定的 还有中国的这个领主舰 还有炮弹火箭 也在这个战场出现过 所以老实讲 已经变成全球的这个 世界大战了 大家都在惊这个情况 然后北韩 北韩的这个人民军的 副参谋长 叫做金永福 现在跑到俄罗斯去 对不对 当然有人讲 他应该不是亲自上前线打仗了 但是在那个地方协调 北韩俄罗斯这个军队 据说北韩的阿兵哥 现在失去一万人 将来有可能增兵到十万人 对啊 他们说 可能就人落盾牌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北韩的这个部队 如何在这个战场上的表现 那现在全世界都非常期待 因为川普在选前曾经说过 他说我选上之后 给我一天的时间 一天我就让欧战争停火 做得到吗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和谈是有机会 但是很难达成 为什么 听说普丁不是打电话 给这个川普 吴赫他当选 听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普丁就把条件开出来 第一个 他不要求乌克兰 永久的不加入北约 因为你加入北约 北约就来照你 俄罗斯当然不同意 在外他不愿意在领土 重点在领土 重大的让步 因为现在俄罗斯战争 打了这个两年多了 俄罗斯已经占领乌克兰 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你叫我这个吐回去 我不要 他不愿意吐回去 你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就归我俄罗斯 那换谁不同意 换哲论司机不同意 对不对 所以川普要当调停人的话 他要解决的 光这个领土的问题 就是很大的 就很头痛 对 很大的头痛 所以就看明年 川普如何来处理 但是现在资本市场 我给你说 油金就涨了 你看我们看国际油价 现在不管是西德州 或布兰特的原有 本周的周线都大涨5% 都回到了七字头 就70块的美金 那金价的话 这个礼拜涨4% 那高盛还喊说 赶快去买黄金 说黄金会到3000 三千块 我们看这个 美元指数在下面 然后上面这个是黄金 你可以发现 从2022年以来 就战争以来 其实黄金的报酬率 比这个美元指数还更强 你觉得说美金很厉害 对不对 美金最好 这个枪声一响 黄金万两 还是黄金 黄金比较厉害 黄金起立 但是黄金脚涨的话 应该就是大家表心态保守 开始避险 对不对 那对股票 尤其那科技股 这几年涨那么多 2022年以来 就很多科技股涨那么多了 我就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航运 连番上涨的原因 对 因为现在的地缘证据风险 还是风险很高的 对 那我们也不晓得 这个恶务战争会升级恶化 但是我们来看股票 看我们的六 所以我们要不要做避险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已经来到一年的高点 今天最新有107点 但是我讲说黄金会比 美元指数报酬率更好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油嘛 对 然后这是黄金 这是美元指数 可以看到黄金也是连番上涨 表现非常强劲 但是我们的股票 也有一些变化 其实昨天美国股市 涨最多的是周期的股票 因为周期会让战争的扩大 有一些战争的物资 那些周期性的股票会上来 那长龙 阳明 万海 今天这个稍微的压回 这个我们刚才解释过了 我们来讲比较有戏的 你说这个月11月份 长龙 阳明大概涨15% 但这个月台积电跟鸿海就不太涨了 1%都没有 11月这个位 但是长龙 阳明涨 你看得懂 有两党的传产 他去那时候你看不太懂 哪两党 我们来看六宫阁 这两党 大成刚跟台波 大成刚跟台波 这个月涨6% 比台积电 鸿海更会涨 大家看不见 你来看大成刚 我们看他的筹码 现在是一个很大 大成刚是不是反映 川普将来要做基础建设 是反映基建吗 有可能是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现在的筹码正在大变化 因为有一个投信 把他的高息成功股 把他踢出成功股 所以这个月 11月就狂卖了差不多7万张 卖了很多 卖到 但是外资去接大成刚 投信卖 外资买 对 外资买 好 我们来看筹码 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外资的筹码 对不对 连续出现了红色株状体 就是外资大买 但是我们来看到投信 刚刚看到投信 你会发现你丢我减 非常明显 来看投信的筹码 卖这么多 对 所以都是 两边都是很多万张 好几万张这样在对坐 所以谁会赢 你看 这明年可能很精彩 通常有这样的筹码的话 有固执在里面 但是那个轮廓不明显 所以现在不要赌 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他这个月涨可能是 看涨的 因为过去涨跌很多 就外资迎面比较大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1802的台波 那台波在涨什么 前三季其实亏损 亏钱 但是今天户桥涨停 他可能这两个都是波圈部 那波圈部应用在PCB 但是基本上他被认为是一个周期的股票 原物料的概念 是 所以你看台波老实讲 这家公司去年没什么赚钱 他今年还是大方花到1.8的股息 所以这种有实力的传产 现在比较差 但是他即使今年亏损 他明年会花股率的 所以市场估计他可能会花到1块 1块 现在这样20块 实力率也有差的 但是你来看一下 这是了解的公司 我们会欢乐呢 不是不是 他这种公司 他是很大型的公司 底子很厚 亏损他还是会回馈给股东 这个跟一般的公司不太一样 但是你看他的现行也很特别 这种照道理亏损的公司 而且不是太小型的公司 台波震荡了以后 节节的往上 这显然有特定的买盘 一直在买进 所以这两党都是有特定的大的买盘 正在做长期的布局 还是有特定的官局 裂ero1 怪人 理 い Protein 对 点 这么 如果你 不 mann atoms 就是